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母爱电影 影片开头,沙滩上有一具腐烂的尸体 突然镜头一转,街上的公告牌里 显示很多小孩子都失踪了,家人正在寻找 紧接着美丽的女主出现了,她在街上坐等着什么 这时候一辆破车到了,车上是位气质彪悍的大妈 她们类似于政府组织的公益陪护 照顾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在车上,大妈抽烟还和她闲聊说自己以前的老师很变态 女主是双色瞳孔,大妈说双色瞳孔代表着身体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 她们开车来到了那里有名的鬼屋,大妈让她不要进去 女主还是忍不住好奇,就进了这个小城堡样的地方 发现房子的女主人是一位几乎成为植物人,靠呼吸机生存的老女人 奇怪的是她在书写 女主就在那里和大妈接着聊天 说到女主人曾经是一位严厉聪明,臭名昭著的芭蕾舞蹈老师 很多人慕名而来求学 她有一个失踪了的女儿,还说女主人应该藏有一本宝藏 她最后让女主挑本书给女主人念 女主挑了一本书里,飞出了一只鹅子 大妈笑着说这是她的选择,大妈开车时看到路上笑得灿烂迷人的小女孩就跟了上去 大妈在自己浴盆里把小女孩给切了 女主的痞子男友想去偷鬼屋的宝藏,他们就叫上了朋友A 三个人就在鬼屋里找啊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锁着的房间 发现女主人女儿的尸体穿着芭蕾舞裙站在那里 他们用偷来的钥匙打开了钥匙孔,女儿的尸体也就跳起了雾 楼上也传来了恐怖的声音,女主人好像要变异了 他们想要逃跑,却发现进来的小窗子上了锁 女主想起来,白天来时女主人卧室里用开着的窗子 于是磨蹭着上去了,女主人果然不见 朋友A被三个巴雷小女鬼弄死 后来男朋友又被女主人弄死 原来女主人和他女儿是吸血鬼 女儿想摆脱母亲变态的束缚 最后被母亲安上了机械固定在那里 她没死,但也变成了玩偶 女主想跑,却在门口碰到了大妈 原来她也是女主人的学生之一 女主人抓她来是想和自己的女儿交换肉体 女主昏迷前看到妈妈向自己走来 女主醒来了,眼睛的颜色只有了一周 醒来的女儿她杀了大妈和自己的妈妈 还解救了女主 她睁开眼睛,眼眸变成双色 他们一起到阳光下去 吸血鬼女儿跳下了悬崖,却升上了太空 小便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想母爱的故事 一种是变态束缚的,还有一种是无悔牺牲的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本期我们讲到死色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